从51章开始 神的语气越来越强烈 最终神在52章这里吩咐他的百姓 要做好准备 领受救恩 神的百姓可以蒙拯救 完全在于他们对神的信心 也完全在于他们是否愿意 从冷漠昏睡中起来 把握住从神赐下的救恩 52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在经文的1到6节 神重复呼召耶路撒冷兴起 把握自己的救恩 这个呼召体现了神对耶路撒冷 也就是西安城的态度 而在7到12节 神以非常抒情的方式 描写了一连串的意象 从而表达神要做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在第一部分中 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是无价被卖的 也必无银被赎 神在这里表达 以色列被赎 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心意 所以任何势力 任何国家都不能拦阻 神要赎回以色列 因为在救赎这件事上 不存在第三方 完全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事情 而对于以色列来讲 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从尘土中起来 领受神的救恩 而在第二部分 先知以色列以生动的意象 来表达神的心意 当一座受围困的城镇 等待最终决战的结果 假如消息是失败 那么一切都完了 假如消息是胜利 他们便得到拯救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从远处的山上跑来 那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呢 当这个人进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挥舞着胜利的宗女之 与其说他是跑来的 不如说是他手舞足蹈的来到 宣告这个好消息 最终神得胜了 赞美响起 歌声响起 我们看到 从49章开始 对救恩的盼望 在52章当中达到了高潮 所以面对神救恩的领导 以色列民要兴起 要迎接救恩 同时也要远离巴比伦的风俗 要被神分别为圣 因为神必定要做他子民的后盾 直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